今天當然一醒過來第一天發現的新聞 就是司法部決定起訴四名中國解放軍軍人 他們指控了這四名軍人在2017年共謀盜竊了Equifax 裡面的一些數據其中一共有1億4500萬的美國民眾的個人資料 牽涉被四名的解放軍工作人員裡面所盜取的 當然這個新聞背後裡面我看了一下指控書 它是在2020年1月28號的時候正式起訴的 是在Alanta Georgia的聯邦法院 它當然指控了2017年Equifax 在美國有三大的信用報告公司 Equifax是其中一家 它的電腦被hack進去了 而宣傳到很多這些資料裡面的話是被盜取 當然只是看一下他們的24頁的指控書裡面 他們可以看得出他說他們Equifax裡面使用了電腦的軟體 以後有很多民眾投訴說我們的信用報告的話不可信 有錯誤的地方 所以他就向Equifax這家公司反映 他指控這些駭客的話就在裡面收取了投訴民眾的這些相關資料 以後我拿這些資料的話再打進了Equifax裡面的系統 以後將這些資料下載 以後再傳到外面去 也涉及的大概有1億4千多人的資料被流失了 當然這些資料裡面的話 他這篇指控書裡面一共有9項的指控 同時他也是將這個吳志勇還有另外三名這個被告 他們穿上軍裝的軍服也放上這個指控書裡面 指控他們是涉及到是一個官方的 是替解放軍做事的一個工程人員 他們有計劃的來指控的 當然這張指控裡面的話 這四名人士是不是解放軍我不知道 但是的話他指控的話他仍不在這邊 所以往往的話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是第二例 以前的話司法部也是同樣指控過的話 這個中國的解放軍有組織有計劃的 來嗨課美國政府的資料庫 其中在指控的話美國的聯邦資源資料管理庫被嗨進去了 這是說民間的這些資料庫被嗨進去 一半以上的美國消費者和資料的話 都被中國的官方所嗨課進去 這些指控裡面的話當然的話是令很多人擔心 因為畢竟這些資料究竟是不是官方的 以後真的是一般的話 指控的話先將人逮捕以後再來拿證據出來 這些人的話也不可能會來美國應訴 所以指控書提出來之後 裡面具體哪些證明呢 證實第一是他們所為 第二是這些被告的話是中國軍方的所為 所以這些的話就是第三個的話 這些資料到手了之後 以後究竟的話是做什麼用 以後這些都是一個未知數 其實在嗨客這個網路黑網裡面的話 在Suit Road好像很多這種黑網的話 只要花很少的錢就可以將大批的資料拿到了 拿到這些資料的話最重要是怎麼用 所以在現在的話聯邦政府並沒有進一步的這些 做一些進步的成熟 只是說比較不利的話是我們現在中國正面臨很大的災情 美國政府應該是身處嚴守從人道的角度來幫忙來渡過難關 而沒想到的話他不單止沒有在進行這方面的支持的 跟來災民來求助 反而的話用這種政治的手段的話來污染 你看看的話一半美國的人民眾資料都掌握著中國軍方手上 所以這也是對很多對普通民眾的時候 我說在話的很多這種網路的嗨客 尤其大部分是來自蘇聯 還有俄閣這些蘇聯以前的國家 這些解體之後很多的話他們都是嗨客 以後可以再買賣這些資料 而最關鍵的話這些資料都可能會被別人嗨到 而是怎麼樣使用 現在司法部開始大規模的指控 以後並且的話說這是屬於一個軍方的這個參與的行動 其實很不公平的地方的話是 因為知道這四名人不可能來到美國來應訴 以後只有指控的情況之下裡面的話 會仰仰誤以為這個中國還有政府出面來大規模 然後嗨客美國民眾的普通民眾一般的民眾的資料 都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上 這種言論就是跟現在很多從華爾街的這個標題開始 到現在很多這種對中國人的仇視這部分裡面 只是活上天有而已 講回華爾街日報 說實在話的華爾街日報 它發表這個標題上面寫的話 China is a real sick man of Asia 以後其實內容這個教授的話 以前在耶路大學教書 現在的話在Bark College裡面是非常有名的一家私立學校裡面做教授 其實裡面的文章的話內容其實從經濟的角度 是像一個地球村一樣的理論 他說中國的這個疫情影響的不是是民眾 而影響全球的經濟 所以這個理念的話大家都知道的 也是很公正的顯 沒想到裡面的話這個編輯這樣的標題下的話 就像的話當然real sick man在很多人看起來就像東亞病夫一樣的解讀 但是所以為什麼很多民眾開始反彈 當然的話反彈過程之中的話 我們看到很多有幾個理智的人在Twitter上面的話 有很多是罵這個教授 教授裡面的話他的解釋說 我是寫文章的 我是將觀念出來 但是標題我沒辦法控制 標題的話有可能是誤導了我的意思 但是的話這個事情應該跟華爾街日報 裏邊的編輯人員來投訴 在2月7號 華爾街日報也登了一篇一個華裔教授 叫張奇 Harry Zhang 一份很公平的一個回應 他說這樣的標題是非常誤導的 會相中國人的感情 所以這個也是覺得我覺得是非常有利的一個回應的 畢竟美國是個言論自由的 很多時候的話如果你不太喜歡 因為他報道的話 社評還有編輯他們往往他們自己的世界觀 或者他自己個人的意願 或者是為了搶標題 為了讓敵人看這個文章 他可能下的標題的話可能會令人驚嚇 以後語不驚人就沒有人看樣子的 我相信的話如果我們民眾的話 發聲音應該是針對華爾街日報 裏邊的Editorial Board 這個他裏邊的編輯人員 當然的話我們 Washington Post曾經在社評裏邊批評Amazon的老闆 Amazon的老闆一下子一次之下 將Washington Post買下來了 同樣的我們的馬雲對南華早報 一些以前的早期的一些報道 他認為不公平的 他一致之下的話也將南華早報買下來了 這種的話就改變了他們完全的批評的意識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的話 我覺得我們這個華爾街日報 現在已經看出來了這個華裔教授的批評的 這個一個正面的這個澄清的文章 我覺得的話這個可以暫時告一段落 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們也看到在很多媒體報導 對中國疫情的報導的話 還是蠻公正的 像羅漢基時報裡面的話 在今天的報導也講了 其實這個武漢日情其實是 不應該成為武漢日情 應該是絕對的 應該是新冠型的這個肺炎 這個部分的話 它也是英文名字叫coronavirus 這個coronavirus裡面的話 它說比美國的流感的情形 不會像那麼想像那麼多 只是說中國政府所採取的一些嚴謹的措施 這個是對美國的預防這個部分裡面 預防流感這方面做的更直擊一些 但是的話西方不應該說overacting 就是不要過度的這個衝動 當然有很多時候的話 大部分的華人也好 美國主流的話還是這個同情的角度 還是尤其是血濃於水 我們可以看得出南加州也好 紐約也好 各地的華人都紛紛的 這個像國內的話捐整口罩 醫療設備這方面 當然也有一部分的話 就永遠覺得是陰謀論 這個說謂的話國會議員 他最近在有幾個對華 而對華一直是抱有成見的這些國會議員 裡面的話他現在也是提出一個陰謀論 說這個virus的話病毒是中國他這個生化武器裡面 是露出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原論的話 就像這個光才所提到的 尤其很多這些仇華的 或者是對中國不友善的 往往利用這個案子 幸災樂禍 或者是總是搞出個陰謀論來 這個陰謀論的話就像駐華大使說 這是nonsense 方妙之極 我覺得當然每一個事情發生的話 美國是言論自由 都可以推出自己的一個妙論 或者是自己的推察 最重要的話事實是適用於熊變的 你怎麼樣編什麼樣子的話 我覺得現在不是說怎麼樣子 究竟是要調查這個來源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現在正在救災的情況之下 民眾全球 包括很多美國大部分的民眾的話 對中國的疫情是表示關心 表示同情的 但是政客正是想利用這種政治的氣候 我們可以看得出對中國政府指控說 軍人 駭客 或者是陰謀論 這些的話有一定程度上面的話 他們是一份人的政治理念 因為畢竟我們可以看得出在奧斯卡晚上 紀錄片的得主就是American Factory 美國工廠 這個電影裡邊的話 記錄了中國的一個廠商 幫助了美國的一個城鎮 這家公司裡邊的話 玻璃廠 原來很多工人學業來到了 來了這邊之後 中國的企業救活了這個城鎮 但是的話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所以這個曹先生 曹德旺 他投資這家工廠的話 就遇到工會的問題 遇到文化差異的問題 但是的話這個紀錄片 得了奧斯卡的紀錄獎 我們可以看得出裡面的話 這個是非常寫實的 因為畢竟中國跟美國民眾的話 有存在很大的這方面的文化差異 法律不同 我們可以看得出的話 尤其是中國式的管理 以後在玻璃廠 在美國的話 就不適應 但是怎麼磨合很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 在奧斯卡這片的話 得了肯定 這也是歐巴馬總統 跟他太太所投資的 設立的紀錄公司 第一次得了這個獎 也是肯定了一話 大部分的民眾 包括中小階層的很多普通民眾 對中國的投資非常感激 對中國的企業在美國 來推動創造就業機會 並且最重要一個的話 是中美之間的話 的確存在很多這方面的誤會 但是的話 在目前這個關鍵的時代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人性 所以就像奧斯卡得主所講的 這個韓國的導演的話 就是說最美麗的 就是人的人性 所以我覺得的話 人性是善良的 不管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 尤其在面臨 這麼大的災情情況之下 雖然有很多雜音 但是我相信民眾 不管是中國武漢的 或者是美國的民眾 大家都是關心的 都希望這個疫情早點結束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探討 這個新聞的熱點 到此為止 明天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谢谢大家